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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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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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每一个步骤都要很细致放弃 点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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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每一个细节来说 都要用芯 如果有一个大種步骤出差错 就变成两回事 味道鑊之前,关师傅把我们搓圆 那么扁,圆圆地,是不是很可爱呢? 油色很漂亮 一般是烧180度 但烧得够温,我们就关火 因为继续开火,它会黏着底部 关师傅很温柔 把我和我的兄弟放在油镯上炸 我们慢慢会感受这个油温 我们要将花 要温就可以了 一看到油温降低的时候 你必须变回它 如果不是的话,它真的会断开 太猛烈了,不可以 太猛烈了,它就像炭头 又不开口笑 它一笑口,就开始定型 定型就加温 在金黄色里,就准备起锅 最后来说,千万不要调慢火 一关火,油会升温 这个时候,还未能吃 第一个是热气 第二个是,水分还未揮发清楚 你摊倒它之后,外脆就内暖 弹散 没错 我至终要吃它 微炸的时候,就叫做粉皮 它里面就和刚才我们的小口组 刚刚相反的面粉 高筋面粉 慢慢硬薄它 它是硬薄的 再加上,一定要加些南乳 蒜蓉 说明蛋散 一定要加蛋 是吗? 是吗? 如果加蛋多的话 它会比较松 如果加蛋少一点 它会比较硬 它会比较硬 它会变成很多 太慢火,它会吸油 又炸不起 太慢火,就容易 最重要是松化 吃些香味,不要油腻 在我们面前有五样 五福临门 刚才是小口组 和蛋散 这个就是牛耳仔 最重要的就是油角 油角 这个是酥角 就是一层层酥化的 这个是旺材 这个是葱米饼 通葱明明 新年流流 一定要有米 这个牛耳仔 听听话说你要 这个就是笑口常开 这个是香香脆脆的 找朋友来到葱杯茶 做这几款小点 一楼 试试吧 新鲜出楼的我试试吧 嗯 是 牛耳仔 两种不同的颜色 两种不同的口感 外面还有芝麻的香味 这个是咸香的 对 而且那种咸香味 是很可口的 很適合我们广东人的口味 而且它作为一个茶碟 你越吃越想吃 新鲜出来的蛋撒 松化又可口 松化又可口 很甘香 这种荷联食品 有它放在家里 是很开心的 当然如果你说自用也好 送鱼也好 送鱼也好 很合适 最重要 这个品质有保证 鞍师傅做了这么多年 典心 而且它的选材也是好的 大家看到了 最重要的是 这是炸的油 是新油 很漂亮的 其实不用看这些油 你看些东西 一炸出来 那种金黄色 你如果是油黑的话 一放下去也不用炸 已经黑了 如果你太黑的话 我也不想吃 哈哈哈哈 那些直接不要吃 是芝麻物质 很棒的套年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 把这么好的荷联小吃 带回家 自己吃也好 分享给家人 朋友也好 而且以头好 五福临门 真的希望大家 在套年有五福临门 这么漂亮的五福临门 何年礼盒 在我们的商城就有了 具体的价格和规格 去到我们的推文下方 又或者去淘宝 搜索品成的因素 将这么好吃 这么有意头的何年产品 五福临门 带回家